《封神演义》中,二郎神杨茜是玉泉山金侠洞玉顶真人的徒弟,是原石天尊的再传弟子,是门教战力最高的第三代弟子。 他的神通太多太厉害了,如七十二变,八九玄弓,甚至比他的师父玉顶真人还厉害,他的防御堪称无敌,拥有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坏身。 在我国整个神话系统中,七天大圣孙悟空能够和二郎神杨茜站成平手,其他人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二郎神。 更别说击败,杀死二郎神了,这里是鸡汤有毒,我是大叔。 在《封神演义》中到底有哪些人可以杀死杨茜呢? 在《封神演义》中,能够击败并杀死二郎神杨茜的只有四人,他们分别是三肖娘娘和孔轩。 三肖娘娘不是一个人,而是云肖娘娘、穷肖娘娘、碧肖娘娘三位的合称。 他们都是结教通天教主的得利弟子,且是赵公明的师妹。 通天教主赠送给三肖娘娘两件宝贝,分别是金娇俭和混元金等。 金娇俭在《封神演义》中是杀伤力排名第二的法宝,即使是产教十二仙也十分畏惧。 赵公明曾经用这件宝贝剪断燃灯道人的作息。 如果杨茜遇到了金娇俭,他不可能是对手。 另一件宝物混元金斗同样非常强大。 三肖娘娘曾摆出九旭黄河镇大镇,在与产教众多高手的战斗中。 他们使用混元金斗生擒了杨茜、金渣、木渣三人。 甚至玉须十二仙也随之被生擒。 路鸭道人仅能逃脱。 由此可知,混元金斗的威力非常强大。 杨茜根本无法反抗。 虽然杨茜神通广大,但他没有对付花胡雕的运气,无法逃脱。 三肖娘娘在面对元氏天尊和老子这两位强大的人物时,仍敢以混元金斗与他们鄙视。 然而碧肖娘娘用混元金斗试图捉拿老子。 然而老子是何等身份,他不可能成功。 反被老子用风火蒲团的黄金军事擒拿。 云肖娘娘则被镇压在麒麟崖下而丧命。 孔轩是一只被信徒崇拜的大明王孔雀,还是三山关的镇关总兵。 他有五色神光的神通,能刷青、黄、赤、黑、白五种颜色。 分别对硬木、吐无火、水、金五星、威力极强。 他在荆棘岭与江子牙大军发生战斗。 即使是鹿鸦道人,也败于孔轩之手。 年轻的高手哪吒和杨检与他比试,也都败走。 杨检和孔轩大战四五十回合,杨检派出萧天犬偷袭。 但仍被孔轩以五色神光刷走,最有可能杀死杨检的是魔力兽。 但最终仍被他的活体法宝打败。 魔力兽是四大魔家将中的最年长者。 他本人不是杨检的对手, 但他拥有一件名为活体法宝的紫金花糊钓。 这是一只形状像白鼠, 但如果出现在空中, 他的体积会变得像白象, 可以长出飞翼, 吃尽全世界所有人的魔物。 当杨检与魔家四象激烈战斗时, 楚州压梁官赶到了现场。 加入了战斗, 与杨检并肩作战。 魔力兽放出了紫金花糊钓, 很快吃掉了马成龙的一半。 但是他还没有吃饱, 又吞下了杨检。 但是没想到杨检已经练造了八九军功, 肉身成圣, 不是这种畜生能够消化的。 在花糊钓的肚子里, 杨检用手一捏, 他便大叫一声, 掉落下来。 杨检从花糊钓肚子里出来, 随手一掌, 将花糊钓撑成两半。 此今花糊钓只是给杨检带来了一些麻烦, 吃掉了杨检, 但他的胃口无法消化杨检。 最终杨检反杀花糊钓, 在封神眼衣中, 只有三乡娘娘和孔玄四人具有打败杨检的实力, 甚至可以杀死杨检。 本期就讲到这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, 记得订阅, 按赞, 并开启小铃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